伙伴一起来练一练这个钓球 那就不都说了 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然后反正这样子啊 就是第一个就是肯定不能坐着钓 就是不管怎么样 哪怕那个球钓得很远 你就要抢到最高点去钓 对吧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钓球的时候走千万不要钓 走不要边发力边钓走 一定是要打 整个球已经完全接触完之后 再钓下来 在击球的时候 千万不要边击边钓 这很容易下网 啊就这两点好吧 然后先从正手钓对角开始 等一下等一下 架拍有问题 架拍 架拍加这 你放这加这个干嘛 架拍要加起来啊 架拍加高点才好钓 架拍加太低 掉不好了 架高一点啊 架高点才抢高 对好球 架高一点 拍的架太低了 架高一点 好球 抢上去 再抢高一点 来 吓人一点 你的动作做的太温柔了 一看就是不会发力的 要让对方看起来 你是要干他 或者要发力 你不要起来就这么温柔 嗲的 要生猛一点 刚一点啊 来 对 掉走了你 可以可以 第二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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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在那里发力 对 狠一点 对 抢高 狠一点 不错 很好 凶一点 好球 好球 可以 抢高 抢高 OK 好停下停下 有一个很重点 就是你知道 为什么那些专业队的 他们掉球 很容易骗到对方吗 因为他们在空中是 侧面转身 他有一个 在跳的过程 有一个很强烈的 这个动作 别人看一个动作一出来 就以为来发力 对不对 你要把这个动作做出来 噔 哎 掉了一个 对不对 你要把这个转腰的动作做出来 别人才会受骗 你这个转腰不发力 你怎么杀球呢 对不对 杀球肯定是 噔了去杀 对不对 那你掉球也是 这种感觉 这种刹车的感觉要做出来 这样才能骗到人 你知道吧 来 继续要把这个转的感觉做出来啊 转腰 对 就这种感觉 这种掉球才能骗到人 你那软绵绵的掉 你是骗不到人的 对 好球 腰转腰跳起来 对 腰转出来 对 很好 腰转出来 好球 对 要有明显的转腰动作 还可以啊 啊 好 OK 够了 换一个人 好球 抢上去 对 抢上去动作下好 抢上去 很好 抢上去 不错 很好 特别好 非常好 这个球掉了牛逼 牛逼牛逼 这个球掉了 很好 对 很好 有点感觉啊 不错 对 牛逼 这个球掉了牛逼 很好啊 这个球掉了很好 就是 再狠一点 还是 已经掉得很好 我觉得 这太批了 懂不懂 你 这个掉球 你们两个都有点感觉 你们都不会发力 你要让别人感觉到你会发力 凶一点 狠一点 起跳给点力度 不要软批批的啊 再来 可以 这个启动 会摆 可以 启动狠一点 对 动作做大一点 狠一点 好球 动作做出来 狠一点 侧身 对 好球 可以 狠一点 狠一点 好球 这个特别好 好球 好 OK 够了够了够了 掉得很好了 就是 连掉球 你们两个都一样 起来 太批了 你那么怂 别人怎么会照你 肯定照你不发力啊 你要拿起来 从准备 拉拍 这个快速的这个力度 从脚上启动 能感觉出来 让对方感觉 你要干它了 对不对 别人才会怕你啊 你们这软批批起来 谁怕你啊 对吧 那我前面说两个 你们也做到了吧 对吧 一个是 不要掉走 还有一个是那个 不要坐下来 就是哪怕是你掉的远一点 你在上面掉 都可以骗到别人 你懂吗 因为你骗别人的 并不是你的落点 是你的出手 你出手骗到了 你落点远一点没关系 好不好 那今天的调游训练笔记 就到这里